我认为这是一个突破 老实说,整个香港回归以来 其实从来未曾经有过北京的官员 在没有政改的压力下 主动也好,被动也好,是愿意与民主党派沟通 这是唯一一次,亦是第一次 就算在2010年的时候 民主党说跟中央讨价还价 都是透过一些中间人,没有直接对话 没有政改压力下见面是重要的 因为这个字可以代表双方有建立健康的关系 是 我们应该先沟通后政改 我们不应该每次见面 第一次坐下就是,政改怎样? 好选怎样? 我觉得这个不是培养一个好的关系的态度 最重要是大家互相尊重 以及有诚意,建立一个健康的关系 这些才是最重要的 既然你建立了健康的关系 大家有不同意见 是可以求同存意的 请不吝点赞 订阅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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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请不吝点赞 订阅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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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订阅